人神角色养成百问百答 第一期 零命胡桃能不能玩 零命胡桃当然可以玩 胡桃和雷果抢角色 抽一篮呢 抢星球吧 导个夜篮 满定鬼护魔 有一个落水 导夜篮还是护魔 胡桃一命了 应该是你胡桃一命之后 我护魔先别搞 先抽一篮 出了夜篮 然后再考虑护魔 这个流程 胡桃要合不愿怎么样 一般 血量不好接 但是暴击好接 生一物你就得稍微的变换一下 不能按常规的那么走了 像何不愿带点暴击率 你可以考虑 注意一下精通 生一物主代精通生命的 因为何不愿没有精通 没有生命 胡桃裸戳几万合作 这个没有合作 看你暴击率 你裸戳一百万 你没用 你没暴击率 对不对 暴击率最好维持在六十左右 怎么着也得有五十 四十多也能凑合凑合 你要是说三十四十的暴击率 你二百戳一下七万 那还不如戳一下五万五 人家七八十暴击率的 对不对 你综合属性来考虑 懂我的意思吧 胡桃注意还是魔女魔女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魔女 三件鬼咋打 你多看看我直播 一会儿我打神院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 没草神怎么入虎猫 没草神不是很厉害 但是也可以玩 就是草主的 胡桃妹终你能玩吗 可以啊 就是有点点难受 你要注意一下盾可以玩 我昨天打了两个呆猫猫的胡桃 但是你得练练猫猫 你要把猫猫和莱伊拉志 两角都练得特别好 也是没问题 诺埃尔也是可以 诺埃尔其实对胡桃非常的好 他有两个盾 他还有一个保命盾 基本的话 一场触发一个保命盾 是没问题 自己放一个益 然后放一个保命盾 然后再放一个益 三个盾的话 差不多能起这场战斗 中埃尔其实挺适合胡桃的 他拉雪 也不是说一下给你拉满 你就打几下拉一下雪 也可以